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最近郭台铭已经抓到了窍门 他猛批蔡英文 例句赖清德 然后压制柯文哲 因为郭台铭认为 朱立伦极有可能在公布民调以后 会选拔他 征召他 成为国民党大位参选人 这个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 今天已经出来 就是证明了我跟欧崇敬教授 我们两个对谈当中讲的很多 现在好像慢慢的浮泻 我们不是在搞披挂算命 我们也没有算得那么的损准 我们只不过就是发现了这些倾向 那就针对这些倾向 我请到了我好朋友 华人之库 董事长 崇敬坦白 主持人 哲学博士 欧崇敬 欧教授 欧教授好 董华哥好 好 开门见三我就说吧 为什么我们能够预测那么神准 最主要是我们真的了解 这些政治人物心里面的盘算是什么 而且他们每个人有多少筹码了 我们是辽若执掌 因为这些人在过去台湾是已经有暗底了 他们每做一件事情会有什么反应 其实都是自视化的 不会超出我们所原先的意想 也就是说政治人物被他自己的政治性格所决定了 我们只是从他的心理状态 以及他过去盘算的习惯得出相关的结果 结果是如同有华哥所说的 屡试不爽 如此而已 佑浩哥 是的 我们现在看到郭台铭的炮火越来越猛烈 第一个你看他现在马上刷BNT跟高端 他说他要追究 如果他当选的话 他要高端解密 30年的文件你给我解密 他要追究蔡英文 就是为什么要用各种方式刁难BNT的进口 为何见死不救 说他会追究蔡英文的责任 这个是一个 各位第二个他打那个谁 他打赖清德的两个神主牌 一个是台独一个是何能 他就直接了当说如果你票投民进党的话 这个要用费来发电 他会得费 就是火力发电的意思 这个是第二个 他马上他就抓到了 他就攻那个赖清德 那第三个他又讲 只有我能搞定柯文哲 对不对 这些都是他在讲 就是说我们现在就 就是觉得奇怪 过去现在郭台铭讲的话 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 朱立伦反而才复合了谁 复合说郭台铭讲的对 那欧教授你分析一下 您认为说 这个朱立伦支持侯友宜 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是说侯友宜只是一张牌 而郭台铭是一早期的 我回答您更干脆的话头吧 朱立伦全天下只有支持一个人是真的 就是朱立伦他自己 你要说朱立伦会支持他老婆 我都不相信 或者朱立伦会支持他的孩子 我也不信 朱立伦也不会支持他的老丈人 高一人 我都不信 他真的只会支持他自己 我相信我这话还真不过分 很多人或者很多媒体的工作者 哪怕是大学教授 稍微了解朱立伦这个人的 都会知道我这话是异于重地 朱立伦只会支持他自己 那么他如果转头支持郭台铭什么意思 就是要把侯友宜给甩锅了 侯友宜正好被玩完了 因为才说要提名他 马上侯友宜就被打成大草包 而且呢不断的发生枪击案 就在咱们录影的这一回 新北市的巴里区又开了四声枪 而且呢这个手枪还是改造的 那也就是说看起来侯友宜的治安 还真的不咋的 也就是说他最基本的治安都维护不好 那更别说是要选大卫了 所以这时候他把头绕过来 对郭台铭微笑 其实啊是某种程度上呢 是他自己原先在医院上就已经打算这么做 只不过时间民进党帮他配合的 非常的天衣无缝 请大家听清楚 民进党帮他配合的天衣无缝 华哥 是的 各位要知道 朱立伦呢 他旁边的人跟我讲 他说你看侯友宜 他明明想要参选 为什么地方党部 市议会的议长副议长跟他身边的近亲幕僚 通通都不知道他到底要选还是不选 那中央党部也没有接到所谓侯友宜非要选不可的理由 那唯独他们现在为什么说要找那个郭台铭 他就说啊我们找郭台铭的意思 就是怕万一侯友宜不选的话 那总要推出一个强棒 各位有没有发觉朱立伦今天在朱云翰的追思会上面 我不但要我们不是推最强的母鸡 而是推最强的团队 你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他不是说要找最强的母鸡吗 怎么今天变成了最强的团队 那换句话说 无论是郭台铭 无论是侯友宜 他的团队是谁组成 是朱立伦他来组嘛 对不对 欧教授 这个朱立伦的表现跟说话真的是完全不让我跟友华哥失望 我们呢都预测在前 他真的是演出在后 而且呢是另类的造剧本演出 也就是说他心里面啊有几只回虫有几只毛毛虫有几只什么面疙瘩我们全部算的一清二楚他的36个算盘啊怎么播的我们都可以按次序啊帮他明码标价这回啊简单的说对他来说就是侯友宜卖完了电备完毕以上报告 是的因为我跟欧教授已经讲过了我们每一次讲朱立伦以后各位有没有发觉我们说什么选策会要废掉用中央提名小组他他一方面向我们抗议为什么一方面他又用重用我们的想法跟做法来那你分析一下这个人有点奇怪耶 我帮你补最后一句话因为你时间到了我建议啊只要朱立伦还活着他还想选大卫所有蓝军的人呢通通不要选因为呢一定会被朱立伦呢用各种方法给做掉 还不如回家看我们的节目可能还比较有意义一点不然呢就是瞎忙 这个结论做得很好瞎忙我们这一段就讨论到这里谢谢 我们下期见